雪莉的婚礼上走进来三个陌生的男人 他们刚打结完经店 竟只走到最里面的包间 这里聚集了两批销赃的团伙 肥雪的意思很简单 他最多只能给他出到三折的价格 旁边的大飞立马表态 肥雪啥也没说 带着人就离开了 可说好的四百万 大敌打开却只有一百五十万 这批货只有我大飞能帮你全吃了 不行就拿这批货回乡下 你当我是乞丐吗 我们打结很辛苦的还想欺负我 可就在出门的时候 他们突然被警察堵在了里面 于是几人赶紧办成了宾客 CID 明白的 大家都是警察 这些公务 身份证 谢谢 Madam叫你拿身份证 一时间诺大的婚礼现场 突然成了炼狱般的屠宰场 没过多久的时间 整个现场就只剩下了新郎和新娘 而新郎正好也是一名警察 我是警察 有些事情我必须要做的 新郎控制了对方的阿戏 只是大敌也劫持了雪莉 放给他 不要乱来啊 慢慢走 我们都放下枪 一个换一个 于是他们数了三个数 然后双方交换了人质 只是大敌终究没有遵守他的诺言 那个所谓的婚礼 终究成了葬礼 新婚快乐 白头到了 时间过得很快 雪莉也开始了新的生活 她在一家射箭俱乐部工作 只是那天刮了台风 所有的同事都约了烫火锅 但她却完全没有心情 主物柜里面是她和老公的照片 这么多年 她一直无法释怀 躲在楼梯口 无声地哭泣着 黄雪姐 还没走 大事要关门了 雪莉起身时 居然忘了拿走电话 不过倒霉的 还有一个瞎子 瞎子就自己小心点 对不起 对不起 兄弟自己来啊 会不会 这些菜都熟了 鬼雪还在吃火锅 等着客户上门交易 花收回来 这方家伙怎么会吃啊 他们应该差不多到了吧 什么叫差不多 打电话啊 你电话是哪来看的呀 雪莉下楼时 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机没带 于是她又折回了大厦 而这时大厦里来了一辆车 车上下来了三个大汉 保安关了前后的大门 就在门关上的最后一刻 雪莉溜了进去 先歇会儿 飞雪还在上火锅 可当他见到大敌时 他整个人都懵了 坐坐坐坐 弟哥 今天有批货 你看值多少 不如按你的老规矩 三者 飞雪很失识 直接让人赶紧拿了一百万 算是孝敬他们的 大敌问起了几年前的事 你前脚走 警察后脚就上来了 你不是和他们约好的吗 要不是你出卖了 那是怎么回事 巧合 可他下一秒就拿出了枪 这个世界啊 真的有巧合的 然而 这暴风子 一起跟牛一样 因为前后的大门都被关了 飞雪终于还是被大敌 堵在了过道里 这一枪 也把躲在一旁的雪莉吓了一跳 他的动静也被三人发现 雪莉赶紧跑到了车库里 躲在了一辆吉普的下面 可没想到 车里居然有人在玩游戏 好像有些声音 你听不听到 而阿西也发现了他们 好有情调啊 车震哪 没事的宝宝 男人直接被阿西勒死 而车上的小姐姐也被拖了出来 他听着女人的惨叫 雪莉根本不敢吱声 小军一枪干死了小姐姐 雪莉一直恐惧地躲在车底 直到听到两人走远了 可没想到 自己的手机突然响了 和小军再次打断了他的好事 对于小军来说 梅直接杀了雪莉 已经是给阿西面子了 然后两人将雪莉 带到了大敌的面前 因为雪莉 俩人吵了起来 大敌适时出来打圆场 你下去保安室 看看大厦还有没有人在 还有 玩喝弄干净 来来来 我们去玩啊 带着这只好红酒 走走走 同时警告小军 你那份我不会少 但我的人 你不要懂 对于玩女人 阿西是有讲究的 她其实已经认出了雪莉 就是当年的那个新娘 而雪莉目前也只有假装配合 我有个包 拉在那顶车上 里面有衣服的 我就是喜欢你这么干净 阿西拿来了包 让雪莉先换衣服 雪莉在里面换了干净的衣服 突然看到了火警的报警器 好漂亮啊 在阿西准备下手时 悄悄按响了她 不过当她检查了一圈后 发现这里根本就没人 她终于想起了 是雪莉搞的鬼 雪莉趁空档跑到了门口 可她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而且手机居然掉到了大门外 雪莉一路躲着阿西 她看到了用铁条 嵌在墙上的梯子 可她不知道 上面有根钉子 她疼得不敢出声 只能硬生生的拔了出来 雪莉一路顺着楼梯上了楼 直到她来到了自己的公司 可密码已经失效 她进不去 于是只能躲进了旁边的拳术馆里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为什么要骗我 雪莉 出来啊 雪莉最终还是被阿西抓了个正招 可下一秒 她是个瞎子 同样也是这家全数馆的老板 赶紧走啊 赶紧走啊 不然我就报警了 我顶你个费啊 怎么还有人呢 他们是减费 他们杀了人啊 被决定 你吓人了 别决定 你吓人了 别决定 你吓人了 死瞎子 出来啊 你有没有看见那个房间 里面有一个通风口 阿西被打了个半死 只能求助大敌 六罗有一个很能大的瞎子 快点过来帮忙啊 你过去帮她 可这边的阿西根本就撑不住了 因为瞎子已经拿起了一根绳子 我这是给你 尽快快点 快就撑不住 又邀死了 尽快了 你不忘了 尽快 fields 你又回来了 你更为了 我还没想到 那我还没想到 小军来到拳术馆里的时候 阿戏已经躺在地上 他一脚就踩在了他的脚上 阿戏当时就明白了 这哥们想弄死他 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 小军弄死阿戏的整个过程 被躲在通风道里的雪莉 看了个清楚 小军用雨水洗了手 大敌赶到的时候 他的弟弟已经死透了 大敌很伤心 用力捏了捏小军的肩膀 而这边的雪莉和瞎子暂时安全 雪莉告诉他 那帮人就是当年在他婚礼现场的劫匪 而瞎子也想起来 当年他的女儿也是死在那场婚礼上 因为他就是那个查身份证的女警察 看来他们都是同样苦命的人 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报警 而隔壁的射箭管里就有坐机 他们通过通风道一路爬了过去 没想到坐机的线路也被小军给损坏了 电话和网路都没了 怎么办 瞎子想到一个好办法 想报警 打不了报警电话 一旦着火 消防队伍五分钟内就会赶到 于是他让雪莉把点燃的箭头 射向了过道里的垃圾堆 火警立马就被处罚 大敌终于打开了保险柜 也听见了火警的铃声 警方也接到电话 正往大厦赶来 大敌将钱财刚放进后备箱 警报声事实响起 而大敌则是来到了监控室 他打扫了房间 然后将保安的尸体塞进了柜子里 接着便点燃了垃圾堆 最后他穿上了保安的衣服 两个警察进了大门 对不起阿塞 刚才不小心 睡着了 烟头点着了冒水 所以触发了烟雾装置 那我先把闸关了 而两个警察也进了保安室 只是啥也没看出来 外面没有人 走 可转身 两人就遇见了小军 听说你很冷打死 不要说老子欺负你 没有枪的小军 终究不是瞎子的对手 小军 小军提刀上前 对着瞎子就是一通乱看 警察在屋里查了半天 什么也没看到 病人开车离开 当来到一楼的雪莉 看到警察离开时 他知道一切都完了 而楼上身受重伤的瞎子 也看到了警车离开 瞎子立马有了主意 直接跳了下去 可警察并没有看到他 没发现 你下来吧 可车离开 准备结果的学历 哲利说出了小军杀阿西时的细节 不过大敌根本没有信他 而是给了小军一把枪 可小军却把枪口转身对准了大敌 那把枪里根本就没有子弹 大敌一通乱射过后 小军跑了 回过头时 雪莉也没了影子 雪莉跑到了监控室里 她还在保安身上找到了手机 并拨打了报警电话 那天的雨下得格外的大 雪莉回到了监控室 能看到大厦所有地方的情况 在小军想要偷袭大敌时 她要带你 她杀了南哥 我帮你找 她在护下 小军根本无处可逃 只能躲在了柱子的后面 大敌抬着枪一步步的靠近 可没想到雪莉却说 她在你后面 小军趁机反扑 她被小军用枪顶了脑袋 可小军的枪却在这时卡壳了 无奈只能选择逃跑 雪莉拿出了自己的弓箭 然后穿上了自己的战袍 她绑了自己的头发 这一次她要做那个屠宰场里的屠夫 而这边的大敌 也终于再次找到了小军 小军 小军不敌来到了大门口 大敌突然出现 雪莉只能选择逃开 她躲在角落里包扎伤口 小军还在为自己辩解 但大敌完全没听 我不管他们谁的怂 你杀了我弟弟 终于 整个大厦里只剩下了两个人 大敌打开了大门 翻开了瞎子的尸体 就在准备离开时 突然发现 车子的油箱盖被打开了 而雪莉也拉弓搭建走了出来 你不要被我杀你 有些事情 始终要你们来做 看着满地被烧着的钱 大敌再也压制不住自己的怒火 对着雪莉就冲了过去 雪莉找到机会拉弓搭建 大敌算是彻底的发了疯 将雪莉逼到一辆吉卜车后面 可此时的枪里却没了子弹 雪莉趁机拿起了一根弩箭 此时外面响起了警笛声 大敌强忍脖子的疼痛 发动车子想要逃离 可雪莉早已站在了出口 她仿佛回到了婚礼的那个夜晚 这一次 她终于可以亲手为她老公报仇了 这场残酷的羔羊游戏终于落下了帷幕 屠夫与羔羊之间终于在那个雨夜里迎来了新的轮回 女模特接受金主爸爸邀请 去一座与世隔绝的荒岛拍私房照 可登岛后却没看到金主爸爸 两个女人也被一顿烧烤暗算 一口酒喝下去当场人事不行 顺利落入恶魔之手 就在几个小时以前 一艘船直奔小岛而来 广告上宣传得很好 青坡岛民宿 给你寂静又神秘的天堂 短发模特大美让同传的老崔给她拍照 还要求拍照时要用整座岛当背景 而长发的小西看起来就缺心眼多了 得知老崔也是去青坡岛的 当即发出好友申请 小西此时还不明白大美的心思 只知道跟着兴奋的大喊大叫 他们全然不知道死神已经降临 没多久就到了这处荒岛 小西还抱怨行礼太沉 大老远从首尔过来 金主爸爸也不知道派个人来接 简直不懂做人的基本理解 也不顾大美劝说 行礼箱一扔就不打算走了 这时岛上开来一辆车 大白和二胖说 侍奉金主爸爸命令 特意来接大美小西 向来缺心眼的小西完全不设防 大美却隐隐感觉事情有点不对 大白解释说 金主爸爸明天就回来 要大美小西先休息一天 好好准备准备 大美还是想打电话过去确认一下 结果手机从二胖的口袋里响起来 瑞克解释说 是金主爸爸走得太急 手机都忘了 既然这样 大美也只好既来之则安之 不知生前的小西 只觉得有人来接就是好事 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吧 看一眼就少一眼了 另一边 老崔独自一人在房子周围瞎逛 偶然发现这边有个仓库 里面还有个怪人 好像在打扫血迹 这大胡子竟有外人过来 满脸紧张 像是怕被人发现什么秘密 可随即又故作轻松姿态 释放出善意 告诉老崔别紧张 自己只是在处理一些野猪 避免农作物再次遭到破坏 老崔对杀猪没兴趣 大胡子也锁了门 带老崔去看房间 问到是如何得知自己的民宿的 老崔只是说 觉得这里很安静 想来看看 大胡子见多了成群街队的游客 像这样 孤身上荒岛的 还不多见 于是热情地 给老崔介绍景点和注意事项 老崔只想一个人好好休息休息 因为严格意义来说 他已经涉嫌违法犯罪 之所以要找一个这么偏僻的地方休息 是因为心理压力大到已经需要吃药缓解 而之所以压力大 是因为前几天刚杀了个人 老崔当场用电击枪将其电晕 这样双手沾鞋的事 对任何人来说都有压力 不过老崔坚信一个道理 人类是不公的 只有上帝才公平 所以他杀的人都是坏人 这叫替天行道 而那两个女模特还在海边逍遥 享受着业余摄影师按快门的速度 傲人身材就算在这样的孤岛上 也是一种本钱 特别是小西 恨不得让镜头静点再静点 大白轻轻一个动作 让他瞬间春心懵动 恨不得马上以身相许 而大美拍照归拍照 总感觉心跳得厉害 可又说不上来到底怎么回事 傻傻的小西就这么跟了过去 老崔出来跑步时 都还能远远看见小西在搔手弄姿 而小西现在只感觉浑身发热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躁动 只拍照已经无法抑制那种欲望 大着胆子凑过去发出友好信号 于是俩人顺理成章 开始了没羞没肖的表演 这画面太辣眼 老崔可不想看 他来这儿就是为了缓解压力 而当他跑进岛屿深处时 竟然听到大白二胖在密谋何时开始狩猎 甚至在二人之上 还有个什么老大 显然是刚才大白的艳遇 让二胖动了心思 而老崔竟然还听到 他们隐隐约约在说什么 棚里关着三头猪 心里一惊 回去时候不免对仓库起了疑心 透过缝 看见里面好像真有什么活物 随即大胡子就出现在他身后 问他到底想干啥 大胡子越是云淡风轻 老崔越是不幸 这个看似忠厚老实的人 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时刚好大美小夕 拍完回来享用晚餐 老崔突然想起 他刚上岛的时候 就见大白胳膊上有个骷髅图案 而二胖也有同样的纹身 应该是个重要线索 可一用脑子 那种充满压力的感觉再度袭来 整个人不断喃喃自语 上帝和正义的字眼 很快就把纹身的事抛至脑后 因为他杀的那个赵氏司机 是酒驾后赵氏逃逸 但后来却暗中使了手段 被无罪释放 而在那场交通事故中的死者 就是老崔的亲妹妹 可惜赵氏司机还没意识到 自己已经是砧板上的死鱼 以为所有的绑架都是因为钱 等老崔回过神 大美竟然主动找上门 邀请他共进晚餐 现场几乎每个人都暗含心思 只有最傻的小夕 还嚷嚷着要大家喝个尽兴 那副鬼样子 就像这辈子没见过酒 就算大美各种食眼神都不行 一心认准了 出来玩就必须喝酒才开心 而得知老崔过去从事服务业后 更是主动示好 说人家是太有钱了 不需要工作 老崔看不上这种愚蠢的单纯 他已经发现 大白和阿胖的手都相当粗糙 绝对不像摄影师 更不会是做办公室的人 可看他们的样子 又不像干重体力活的 难不成是在岛上以打猎为生 于是大白立刻接过话茬 说自己平常就在岛上狩猎动物 可小夕当场反驳 不能吃兔兔 现在大家都能肯定 小夕根本就是个傻缺 于是大白热情的请大家品尝特制土酒 说是用岛上特产的作物酿出来的 小夕一听有酒就什么都忘了 一马当先咽下一大口 小夕给大家一人盛了一杯 结果就是不出意外 三个喝了药酒的人全被放翻 昏迷前只看到两张愈发猥琐的脸 一个小时后才醒来 他们已经被关进仓库 成为待宰羔羊 啥时候了还想着拍照的事 二胖上去就是一巴掌 法律可管不到这种荒山野岭 直到此时 小夕才意识到危险 一口一个欧尼将希望大美救救他 大美建议他放弃幻想面对现实 可现实就是他们即将遭到猎杀 老崔分析整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个阴谋 这鬼地方信号都没有 指望救援是不行了 不如试试想想办法逃出去 看到旁边有喝剩的酒瓶 老崔有了主意 而大白和二胖已经在商量 用什么手法干掉他们会更爽 看二胖总是支支吾吾的 大白知道 这家伙肯定是起了色心 可是趁大白去拿作案工具时 二胖心一横 他想抓紧这三分钟时间 本想对看似放纵的小夕下手 可没想到 大美竟然要替小夕挡灾 于是二胖残忍地对大美下嘴 以及下手 可大美借口说 在这里不方便 去没人的地方才行 其实是想支开二胖 为老崔划断绳子争取时间 二胖不管不顾 拉着大美就走 再也忍不住内心冲动 恨不得立刻活吃了大美 而大美哪能真的让他得逞 算算时间差不多了 抄起砖头就给他一厨子 感觉到阴红血液流到脸上 二胖反手就是一巴掌 打得大美差点昏迷 接着就撕衣服打算霸王硬上弓 老崔终于带着两姐妹逃出来 可大白也已经看到他们 一场追逐战就此展开 看到对面有车过来 大美小夕尖叫着冲过去 恳请大胡子救救自己 然而大胡子身上也有同款纹身 他们根本就是一伙的 作为坏人中的老大 大胡子眼睁睁看着小夕被一棒子敲晕 老崔竭力反击却终究不敌 轻型的二胖追过来 打倒大美后 接着又是一棒子 老崔直接倒地不起 又一个小时后 三人再度清醒 这次大胡子想玩点有意思的 把所谓山头野猪的麻袋打开 里面竟然有大美的金主爸爸 原来大胡子绑的这三人里 有金主有政客 他们相互勾结 利用海外工程挪用资金 同时还四处收受贿赂 后来这事不知怎么被大胡子得知 所以他想替天行道 自诩正义的他 决定给在场众人一个机会 胜者就可以像他一样 在这场游戏中成为猎人 去猎杀那些书家 是游戏就有书的风险 金主爸爸可不想生死盗销 当即提出要用钱收买大胡子 结果大胡子不为金钱所动 还警告他 要是再敢废话 就把舌头割下来 没办法 金主爸爸只能第一个丢骰子 竟然是个二 而其余众人丢出的数 有六 有四 还有三 于是点数最小的金主爸爸就惨了 当场被刀子插进嘴 活生生割断舌头 鲜血激活了内心的杀戮 大胡子决定 游戏从现在起正式开始 要求大美立刻拿刀捅死金主爸爸 否则舌头同样会被割掉 大美纵然有犹豫 可在生死面前 管你是金主爸爸还是银主爸爸 这一刀捅得太浅了 不能致命 但大美的精神已经接近崩溃 老崔捡起匕首就是一刀 顺利帮大美渡过危机 可大胡子立刻宣布开始下一轮游戏 依然是比点数大小 倒霉的政客丢到一 这下其他人也不用丢了 他是必死之居 而小年轻为了活下去 抢过匕首就狠狠扎了过去 可他杀了政客后 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游戏 大叫一声捅向大胡子 结果反手被人家夺过匕首 伸中数刀当场毕命 三具尸体被装车运走 还活着的三人 却要面对二胖的怒火 刚才他分别中了美人计 浑水摸鱼计 笑里藏刀计 但现在他决定来一招将计救计 抓着老崔狠狠收拾了一顿 正要一巴掌扇向大美时 老崔开口了 说二胖你根本就没杀过人 而且看着就像没种杀人的样子 大胡子和大白平常对他就没个好脸色 一看就知道是跑腿的碎崔 二胖果然是个蠢人 一击之后老崔没伤到自己先摔了 气得他一把超级斧子就劈过去 可老崔也趁机找到螺丝刀捅伤二胖 虽然互相造成伤害 但杀过人的老崔毕竟不一样 不过片刻时间又打晕二胖 再次带着大美小西逃了出来 来小岛接应的轮船是有班次的 他们必须全力藏好 等到下一艘轮船来的时候才有机会逃走 可大胡子又怎会放过他们 狠狠收拾了失职的二胖 接着就宣布狩猎游戏正式开始 三人均以武装到牙齿 是要将老崔弄死在荒岛上 不过大胡子凭借多年杀人经验判断 老崔应该也不是一般人 似乎在应付这种事上很有一套 二胖为了证明刚才不是自己太无能 立马附和 可他再能打也只有一个人 现在是三个男人要抓捕一男两女 而且还在手持武器的情况下 应该问题不大 所以大胡子当即决定 先对大美小西下手 弄死两个傻缺 在河里对付最难缠的 此时受伤的老崔已从山崖滚落 意识模糊之际 想到那个被自己弄死的造势司机 当时那家伙已经被打到口鼻流血 可老崔没打算停手 但凡当时造势司机能打个救护电话 他妹妹就不可能死 说对不起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嘛 既然愿意做任何事 那你就去死吧 老崔让造势司机对着镜头 一五一十把所有犯罪事实老实交代 原来这人之所以没被判刑 是因为事发后推秘书出来顶包 还花大价钱贿赂检察官 得知一切的老崔心中怒意更胜 直接将他勒死 送下去陪自己妹妹 而此时老崔终于醒来 挣扎着要继续逃命 可大美小西这边却忽然停下来 怀疑自己是否走了错路 缺心眼的小西认为不能再跑了 应该在附近找掩体躲着 他可没发现公路已经就位 大美根本不敢多呆 拔腿就跑 而受伤的老崔 却在跑路时看见小西即将被杀 此刻的小西无法接受残酷现实 几个小时前还和自己热吻的男人 现在竟然要杀了自己 疯狂求对方放自己一命 他还以为能靠出卖色相活下去 可匕首从大腿滑到咽喉 眼看就要以刀毙命 老崔无意发出的声响救了小西 早就和老崔有仇的二胖 收到消息立刻赶来 从各种角度疯狂射出卤箭 试图干掉老崔 一路逃命 终于被一处悬崖拦下 可就这样几乎是尾赢的局面 二胖仍然能一箭射空 他已经没有多余弩箭了 现在只能肉搏 可一个人要是傻的话 不管他手里有没有武器 始终玩不过粗名人 老崔不过简单几招 就成功反转局面 夺过斧子 当场砍向二胖 顺利完成反杀 等大胡子和大白赶到时 连装备都被搜走了 老崔已经找到大美商量对策 他判断 在自己被抓到之前 小西应该不会被杀 现在不应该坐以待毙 而是要主动出击 狭路相逢勇者胜 他要替天行道 除掉这些恶魔 然而此时 对讲机里传来小西的声音 傻缺的大美还没搞清楚情况 当场自爆位置 老崔人都傻了 好不容易才有个藏身的地方 现在完了 大家一起等死吧 大胡子在对讲机里告诉老崔 必然会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现在也别说反击了 先逃命去吧 可刚出门 大美腿上就中了一箭 自知没多少机会的大美 让老崔先离开 而老崔还想复制刚才的胜利 故意引诱大白追自己 就在这密林之中 疯狂走位躲避鲁剑 说来也怪 就好像有金钟罩铁布山护体 凡是射来的鲁剑 全部偏向一旁 就算没有障碍物都射不中 此时老崔抓住机会 反手一抚砸掉弓弩 瞬间冲上去和大白肉搏 没了远攻武器 只凭一把小匕首完全不行 不出三招 大白就净显颓势 然而此时两个女人已经被拖到沙滩 老崔知道轮船即将靠近小岛 可大胡子有人质在手 硬是逼着老崔放弃逃跑 如今只能先干掉大胡子再谈生存 其实大胡子也没有把握毕胜 而且他现在没有手下 就打算拉拢老崔 合伙干掉两个女人 可惜被老崔当场拒绝 恼羞成怒的大胡子 为了显示实力 竟然一刀送小夕归夕 大胡子想狩猎老崔这头猛虎 可前提是他得是武松 两人迅速交手 老崔已然胸有成竹 他已经发现大胡子的出招套路 此人空有一身勇武却无计谋 之前能无往而不利 不过是因为遇到的都是些傻子 被激怒的大胡子连番试探 甚至掏出绳子要勒死老崔 可要论完绳子 老崔可是老前辈了 探手摸过匕首就扎向大胡子 大胡子吃痛松手 反被老崔死死勒住 红刀子进红刀子出 大胡子终于无力反击 老崔不敢肯定上帝一定公正 但他知道人类确实不公 所以人间就需要自己这样的人为民除害 原谅大胡子是上帝的事 自己的任务就是送他去见上帝 现在岛上只剩老崔和大美 按理说不该再出人命 可大美这张管不住的嘴又惹出大祸 在一切都以风平浪静时 疯狂对着小西的尸体道歉 还说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当初不该带小西上岛 原来小西是被大美骗来的 金竹爸爸有次和大美翻云覆雨后 想让大美再介绍个女孩 好供自己的政客朋友玩乐 而且当场拿出一叠钱展示实力 贪财的大美 这才忽悠不按事事的小西登岛 而小西自始至终都不明白原因 还以为去岛上 只不过是拍些大尺度照片 哪料到会碰上这些事 最后香消玉允 大美为了钱能欺骗自己的好姐妹 这在老崔看来 就是无耻到无可救药 属于应该为民除掉的害 他承认也好否认也罢 哪怕他诅咒发誓说 以后一定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但还是那句话 原谅他是上帝的事 老崔只负责送他去见上帝 如果对着死者忏悔和道歉 就能得到原谅的话 那才是对宫里正义最大的嘲讽 可电影最后留了个开放式结局 至于老崔会不会杀大美 只有上帝知道 游戏的法则人间狩猎 无论评分还是故事情节 均与一部逆天神作 孤岛惊魂极为类似 同样的杀手男主角 同样的主打身材女主角 可那部剧作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作品了 而且人家那部好歹人数还多点 场景还丰富点 到这部不但没一点进步 反而大退步 连演员都不舍得多找几个 主角还自带不死光环 别说弓弩射不死 估计拿导弹炸都没事 痛心疾首啊 谁说韩国都是好电影 这部眼睁睁就是一部神剧凸脸 这是一部带你重新去感知生死的电影 它透过克农人和癌症患者两人的视角 带着我们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片中有无数经典台词 揭露了生活里的可怕真相 一天深夜 徐仁研究所所长安德逊博士 死于一场爆炸案 他是永生人徐福项目的总负责人 作为一个实验体 徐福的细胞可以快速地分裂再造 他的脊髓液里 更是有着不可复制的IPS细胞 这一细胞可以用于治疗人类的所有疾病 从而实现长生不老 安德逊博士原定于下周进行项目的最终汇报 现在却突然死于非命 这件事非同小可 作为国家的机密行动 徐福项目一直由国情局安部长全权负责 政府高层也在爆炸案后 第一时间找到安部长 回去之后 安部长联系了研究所研究员申学善 建议先将徐福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申学善却觉得 实验正处于最后的关键阶段 现在转移风险太大 基线是前国家情报局特工 因为罹患癌症 他从情报局辞了职 在下安心养病 但是尽管已经积极治疗 身体状况却还是每况愈下 没有对症的药物 他只能靠服用麻醉剂来减缓痛苦 一天 基线去医院拿完药之后 迷迷糊糊将车开到了海边 服完药的基线很快就陷入了昏睡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阵急促的敲窗声吵醒了他 男人们将基线带到了一处山脚下 安部长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 他曾是基线的领导 自从离职后 两人已经多年未见 当听到安部长要将一个任务交给自己时 基线好不诧异 安部长没有过多的解释 只是声称 这个任务非他不可 他给了基线一个地址 让他先过去看看再说 基线带着满脑子的问号找了过去 那是一艘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巨轮 可当基线走进去之后 却发现里面别有洞天 原来传说中的徐人研究所就藏在里面 申学扇带着基线在研究所里走了一圈 眼前陌生又神秘的一切 让基线有点回不了神 深学扇介绍林士恩给基线认识 林士恩是徐福项目的另一个负责人 他们将基线引到一处巨大的玻璃幕墙外面 实验体徐福正在下面静静地坐着 这里类似一个巨大的培养皿 一侧是模拟出的浩瀚大海 徐福就在这个培养皿中出生和长大 他像是一个被圈养的动物 在这里接受似乎永远不会停止的检测和实验 深学扇和基线强调现在保护徐福的重要性 看着眼前清秀瘦弱的徐福 基线实在无法将他和永生人画上等号 深学扇没有着急反驳 只是告诉徐福让他开始表演 徐福听罢乖乖地走到海滩上 他没有说话 只是专注地目视着前方 突然之间开始刮起狂风 脚边的沙粒 树烧的叶片都被快速卷到了半空中 基线目瞪口呆地看着 一息感受到了徐福的不寻常 深学扇想要叫停徐福 但他却没有听从指挥 徐福继续发力 风暴的威力也跟着加码 看到这一幕 本就孱弱的基线突然倒下不省人事 等他再醒来时 已经在研究所的病床上 深学扇已经知道了基线的病情 一个冰死的人 突然收到了这样的邀请 任谁也不会拒绝 当天晚上 安部长再次将基线约了出来 他将徐福项目所有的细节据实已告 现在 为了保证徐福的安全 必须将他转移到 圆州的一个神秘的地堡里去 基线知道 自己没有理由拒绝 第二天就是转移的日子 基线一大早就赶了过来 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正在给徐福打针 因为细胞分裂过快 徐福每天都必须打一针抑制剂 如果没有按时打针 徐福的生命将会受到威胁 基线站在幕墙外 远远地看着正在打针的徐福 林士恩突然走到了他的旁边 静静点着了香烟 基线试探着问起 如果用徐福的基因给自己做手术 成功的概率会有多大 因为这样的手术没人做过 林士恩不敢做出任何保证 注射完一支药的徐福 被转移到了一辆卡车上 害怕徐福发工 大家将他包裹岩石后 绑在了椅子上 基线静静静坐在他的旁边 卡车在一前一后 两车的护卫下开始急迟 看着车厢里陌生的环境 徐福有些惊慌 毕竟从出生开始 他就从没离开过研究所 基线注意到了徐福的局促 轻声安慰了他两句 忽然 基线发现 卡车的行驶路线不对劲 连忙联系前车 车上的男人解释 是原路线堵车 挂了基线的电话之后 男人急忙联系安部长 原来根本没有所谓的圆周的地堡 安部长已经准备将两人一起 打包交给美国人处置 这时 满满一车的雇佣兵突然出现 卡车撞上绿化带 停在了路中间 雇佣兵们鱼贯而出 笔直冲向再有徐福的卡车 车厢里 基线已经拿起手枪 守在徐福的身边 基线很快就被烟雾熏到倒地不起 等他再醒来时 卡车已经被开进了一间陌生的工厂 基线的双手被绑住 摊坐在墙角 看到徐福还在自己身边 基线稍微放心了点 这时 一个雇佣兵打开车门走了进来 他拿出药剂 准备注射到徐福亭内 基线想要叫停他 但是雇佣兵根本不理会 徐福突然抬起双眼 整个车厢都开始了剧烈地晃动 雇佣兵轻轻爆起 整个人开始痛苦地嘶吼着 最后直接体力不支倒在地上 基线用脚边的剪刀 剪断了手上的麻绳 之后将雇佣兵彻底放倒 外面的同伙们已经听到了动静 举枪慢慢靠近卡车 他们小心翼翼地打开车门 车厢里已经是一片狼藉 卡车突然被发动起来 原来徐福和基线已经偷偷摸去了驾驶室 雇佣兵们开启枪炮攻势 但已经为时已晚 卡车撞破了院墙 两人成功逃脱 基线找到一个公共电话亭 和安部长取得了联系 安部长急忙让人开始查找附近的安全屋 安全屋是国情局人员的补给站 里面的东西一应俱全绝对安全 大数据锁定最近一个安全屋 距离他们还有五公里 安部长让两人快点赶过去 自己也会立刻派人过去支援他们 谁知卡车突然出现故障无法发动 只能走路过去 徐福迫切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自己突然被带出生活了几十年的研究所 他要基线先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 基线耐着性子告诉他 因为他永生不死的特性 现在无数人想要将他独占 徐福知道自己现在唯一能相信的人只有基线 他收起了怀疑 听话地跟在基线身后 他们路过一处热闹的集市 五花八门的商品很快就吸引了徐福的注意 但是基线现在只想尽快赶到安全屋 尽管徐福可怜巴巴和基线申请慢点走 但基线就是不愿意松口答应 结果在他一个不留神间 徐福凭空消失了 基线发疯似的找了半天 总算在一家小店里找到他 老板夫妇正被突然出现的徐福弄得摸不着头脑 看到基线 两人连忙催他快点把徐福带走 基线打量了一下徐福 一身实验福的他 看起来确实十分怪异 他决定先帮徐福换一身装扮 换装成功的徐福 对自己的新衣服很是满意 乐呵呵的跟着基线再次出发 一顿暴走之后 两人总算到达了安全屋 徐福好奇的在房间里到处打量 担心徐福给自己惹乱子 基线责令他去一边待着 徐福像是一个犯错的小孩 乖乖坐在墙角 为了改变徐福对自己的印象 基线去给两人买来了泡面 徐福的味蕾瞬间被征服 相比自己每天吃的所谓营养餐 泡面直接打开了他的新世界 徐福一口气吃了三碗 却还是不过瘾 基线只能无奈起身 又给他泡了一碗 等待的间隙 徐福忽然和基线聊起了林士恩 原来林士恩竟是徐福的妈妈 虽然只是一个实验体 但林士恩总是会陪在他身边 纵然每次检测都生不如死 但只要有林士恩在身边 徐福总可以瞬间充满勇气 基线好奇地打听起 徐福在研究所的生活 看着徐福清澈的眼睛 基线突然开始心疼他 人类为了这个所谓的实验 剥夺了徐福的一切权利和自由 徐福不以为然 这是他从出生就开始的生活 他早已习惯 忽然 安全屋的警报响了起来 接到安部长的命令 严精仔带着助手已经匆匆赶来 严精仔通知基线立刻准备转移 趁着基线不注意 严精仔将枪口对准徐福 基线让严精仔先放下手枪 但是严精仔根本不理会 基线抓起桌上的钢叉 准备和徐福共进退 他们好像自带结界 飞速而来的子弹 被反弹到屋子里的各个角落 但是俩人却毫发无伤 基线冲上前 开始和严精仔搏斗 不是对手的严精仔 很快就被基线打趴下 基线拿了手枪 准备去救徐福时 房间已经被炸毁 严精仔的助手 倒在地上没了呼吸 这时 严精仔的手机在废墟中响起 是安部长打来的 他让接电话的基线 立刻杀了徐福 原来 安部长已经被美国人策反 美国人称 徐福的存在 只会带来暴力和战争 现在既然没有顺利交到他们手中 他们命令安部长 直接了结掉徐福 基线猜出了安部长一直有私心 失去信任之后 他决定不再听从安部长的指挥 一天时间已经到了 为了徐福的健康 他必须尽快回到研究所去打针 基线联系了申学扇 申学扇让两人立刻回去 他会负责保护他们的安全 谁知徐福却拒绝了 基线不知道 徐福为什么突然要去卫山 但徐福也不愿意说出原因 只是强调自己非去不可 基线无奈只能带他坐上了车 与此同时 一直给徐福行动提供资金支持的韩会长 得知安部长想要摧毁实验体后 勃然大怒 面对质问 安部长坦言 如果不将徐福交出去 美国人将会摧毁 牵扯在行动里的所有人 包括自己和韩会长 但是韩会长却根本不愿理会这些 只是坚持 让安部长将行动进行下去 好话说尽之后 安部长的眼神突然变得凶狠 因为没有及时打针 徐福已经开始口吐鲜血 看着越来越虚弱的徐福 基线很是担心 但是徐福执意一切先等去了卫山再说 基线将车开进加油站 借口上厕所 给申学扇打去电话求助 并承诺 自己将尽快把徐福带回去 谁知回到车里时 徐福竟不见了 原来肚子饿了的他 偷偷跑进了便利店 看着店里两个女人的薯条出身 却被女人的男朋友误会他想要耍流氓 还准备教训他一顿 谁知他们才刚出手 便利店就在徐福的意念操纵下发生了爆炸 一直在寻找他们下落的安部长 立刻定位到了这里 基线猜到他们可能已经暴露 连忙将徐福拖上了车 很快 几辆警车就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 基线急忙将车开下了岔路 躲在小树林先避避风头 徐福深感受骗 怒气冲冲下了车 基线连忙上前拦住他 他不断和徐福强调 再不回去注射 后果将不堪设想 徐福冷笑一声 在他看来 基线之所以关心他 不过就是想救自己而已 因为情绪激动 基线的头痛开始发作 他痛苦地倒在地上 悬缩成了一团 徐福显然没想到 基线的病情已经这么严重 他呆呆地看着基线 不知道怎么办的他 决定先将昏死过去的基线 扶到空地上躺好 等天完全黑透之后 基线终于醒了过来 刚刚的义愤填膺已经平息 基线走到 正在一个人看海的徐福身边 诚恳地 为自己刚刚骗了他而道歉 徐福并没有再去纠结这个问题 两人并肩坐在一起 徐福问起基线 死亡是什么感觉 虽然没有真正的经历过 基线也知道死亡的感觉必定十分糟糕 基线想起自己对手术的执着 突然有些分不清 他自己害怕的到底是死亡本身 还是对冰死的恐惧 基线对着徐福敞开心扉 说起内健一直藏在他内心深处 隐隐作痛的王室 许多年前 基线和搭档贤秀 奉安部长的命令 一起完成了一桩任务 任务结束之后 两人被行动组抛下了 贤秀知道他们沦为了牺牲品 他生气地打开一瓶啤酒 喝了几口 问基线接下来该怎么办 基线迟迟不回答 贤秀的大脑却越来越混沌 原来 基线早已对啤酒做了手脚 为了保全自己 他接受了安部长提出的 让贤秀一个人背锅的方案 看着贤秀和汽车一起沉入了海底 基线知道 自己这辈子都将带着这份负罪感苟活 沉浸在往事里的基线 开始埋头痛哭 徐福悄悄走到了他的面前 将手放在了水里 看着眼前这幅壮阔的画面 基线知道 是徐福给自己的无声安慰 这一次 基线没有再拒绝他 俩人终于顺利到达了教堂 下车之后 徐福直奔教堂的骨灰存放柜 他扫射了一圈 打开了里面的一个小柜子 柜子里除了一个 名叫韩金润的孩子的骨灰 还有两张照片 一张是韩金润的单人照 他有着和徐福一模一样的脸 还有一张是他一家三口的合照 原来韩金润的妈妈正是林士恩 多年前 林士恩的儿子和丈夫出了车祸 双双与命 为了填补对儿子的思念 也为了实验的需要 林士恩接受了用儿子的基因 生成克隆人的建议 于是有了徐福的出现 林士恩将自己对亲生儿子的爱和思念 转移到了徐福身上 虽然徐福一早就知道 自己只是替代品 但林士恩却是徐福的全部 在基线的陪伴下 徐福开始放声大哭 从教堂离开后 两人在一条乡间小路上飞奔 心愿已了 徐福不再有什么执念 他让基线开车带自己回研究所 基线却突然不忍心了 他知道了徐福的故事 知道了他内心从未被满足的情感 在他心中 徐福已经不再只是一个 可以被随意创造和终结的实验体 徐福却反而开始宽慰基线 徐福突然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 很明显 他的寿命因为一直没有打针 正在急速衰减 基线加足了马力 他必须要尽快将徐福带回去 因为超速 基线很快就被巡视的交警盯上了 他们跟在后面 催促基线快点停车 基线现在没有时间和他们耽误 甚至不惜和对象的警车相撞抢时间 安部长已经获悉了两人的踪迹 急忙调集军警去围攻他们 基线的车被军警提前放在路上的钢刺 扎爆了轮胎 大批雇佣兵们也赶到了现场 他们对着军警的车队一阵扫射 成功将基线和徐福截胡 带回了研究所 安部长查出 这些雇佣兵背后的金主 正是韩会长本人 他气急败坏地找到韩会长 强调他这么乱来会惹出大麻烦 韩会长却毫不在意 事实上 安德逊博士的遇害 也是他一手操作的 他早已知道了 这俩人和美国人的交易 刚刚被确诊绝证的韩会长 怎么可能就这样 让他们把徐福交出去 基线从研究所的床上醒了过来 徐福已经被固定在了手术椅上 从今天开始 徐福将再次回归实验体的生活 为了抽取他体内的iPS细胞 他将每天都被抽取40毫升的骨髓 一个月就将抽取一公升 基线有点于心不忍 看出了基线的担心 觉得荒唐的申学扇差点笑出声 在他眼中 徐福只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实验机器 基线看着无数仪器在徐福身上工作 看着鲜血混着骨髓 从徐福身上缠缠地流出来 忽然对之前的一切产生了怀疑 他抓住申学扇准备按下按钮的手 一把将他控制了起来 大厅里立刻一阵骚动 基线用枪抵着申学扇走到徐福面前 让他快点关闭仪器停止实验 让基线没想到的是 他已经变成一具冷冰冰的尸体 不久前 他为了徐福去和韩会长抗争 最终死在了雇佣兵的枪下 韩会长听到声响 带着大批雇佣兵赶了过来 申学扇赶忙溜到韩会长身后寻求保护 基线将枪口对准韩会长 基线没有射中韩会长 反而被他身旁的雇佣兵控制了起来 韩会长命人将他教训了一顿带走 这时 申学扇发现 躺在手术椅上的徐福竟然不见了 原来徐福已经清醒 他呆呆地站在林士恩的尸体前面 申学扇拿起试剂准备过去给徐福注射 但巨大的能量场已经聚集在了徐福的四周 他眼神坚毅地看着申学扇开始发动意念 徐福慢慢走向韩会长 他走过的地方都是地动山摇 雇佣兵们纷纷开枪 但是子弹根本射不到徐福身上 徐福成功团灭了雇佣兵们 只留下韩会长一人 韩会长推着轮椅想要逃跑 但轮椅此时开始折叠模式 韩会长被轮椅彻底裹住 最终成为肉泥 整个研究所开始地动山摇 研究所外面 安部长已经带着军警包围了巨轮 随着大门忽然被打开 枪口齐齐对准了大门 伴随着钢铁的碎裂声 徐福大踏步走了出来 所有人都被大地的破碎震得趴了下来 徐福恶狠狠地看着所有人 暴风席卷而来 大家都被淹没在了碎石块中 因为超负荷动用了内力 徐福的身体受到重创 他跪在地上大口大口开始吐血 安部长知道徐福的身体正在急剧恶化 他坐进车里 不断用车载机关枪扫射徐福 徐福站立不稳 被打得连连后退 这时巨轮里的机线清醒了过来 他开动汽车冲出来支援徐福 机线狠狠撞偏安部长的枪口 冲到已经奄奄一息的徐福身边 机线被安部长的子弹击中 趴在地上不能动弹 他催促徐福快点逃走 但徐福已经抱定了和安部长同归于尽的决心 他转身走向安部长 在他目光的扫射下 所有武器折叠成了一堆烂铁 地面仿佛被原子弹射中 坍塌出了一个天坑 所有人都被埋在里面不断哀嚎 碎裂的水泥管往坑里不断浇灌汽油 机线一瘸一拐走到徐福身边 他不知道徐福想要做什么 徐福没有说话 只是用意念操控着 身后那辆燃着大火的汽车 一点一点靠近注满石油的天坑 机线瞬间明白过来 如果不拦下徐福 将会酿成更大的灾难 但是徐福却不愿意停手 他是想用这种办法逼着基线干掉自己 徐福知道 只要自己存在 这一切纷争将永远不会结束 基线不忍心对徐福下手 将求他快点停手 徐福继续用意念牵引着燃烧的汽车 车轮卡在天坑边上 再往前一步就将万劫不复 基线知道 徐福是真的只想要一个了结 他缓缓捡起地上的手枪 经过了这样一场大战 徐福已经气若犹斯 徐福沉沉地闭上了眼睛 基线在他身边哭成了泪人 冬天来的时候 基线去了和徐福一起坐过的海边 给他堆了一小座石头山 那是独暑俩人的秘密和安慰 徐福围绕克隆人 讨论了有关永生的话题 人气明星孔刘和朴宝剑亲情加盟 用还算合格的画面 讲述了一个并不创新的故事 本篇的打斗画面是整个电影的精彩之处 其中由于孔刘的表现可圈可点 朴宝剑一如既往的怜悯神情 加上稚嫩的少年脆弱感 让俩人的CP感十足 但就科幻背景而言 故事的展现略显俗套 永生人的类型不仅一次出现在荧幕上 究竟怎样在众多过往相同的背景中 突出成为焦点 需要更多的细节和劲爆的画面呈现技术 按照韩国电影特别热衷于 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传统 如果本篇把主要经历 放在讨论永生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那么精彩程度 相信也会有质的提升